怕毕业就面临到失业 社会新鲜人开始抢职缺了 今天阿联酋航空招募空服员 月薪是高达八万元 吸引了将近一千五百人来蔑视 另外呢亚洲航空跟长荣航空 也将在七月跟九月招募新鞋 有兴趣报名的话要把握机会 人真的不是盖得多 饭店里头密密麻麻 几近将近一千五百人 听姐说听得好仔细 大家捏着手中的履历表 嘴巴念念有词准备自我介绍 套装包头高跟鞋 统统准备好 要来应征阿联酋航空的空服员 一般航空公司是五万 然后它是八万起跳 录取之后可以到杜巴 授讯七周 也就是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这些都是非常大的诱因 福利真的好诱人 只要高中职毕业 年满二十一岁 英文流利 垫脚可以摸到两百一十二公分 就有机会加入阿联酋 这一个大家庭 月薪高达八万元 不少社会新鲜人 跃跃欲试 来试试看 因为现在就是什么都不怕 然后什么都去试试这样 面试空服这一块 对 对然后也把餐厅那边也吃掉了 国内顶尖大学毕业生 还有外国联孔 也来抢职缺 下个月初 亚洲航空要来台招募 长荣航空九月也要举行面试 航空业者摩拳擦掌 要在暑假期间大举真才 记者彭俊 徐一环 台北报道